883 港主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听 由霍贵楼先生播讲的小说年播节目 佛山赞先生 古镇千年华佛山 浩杰英雄任往还 若问武林风物事 请君世听赞先生 各位 今天开讲这套武侠小说 叫做佛山赞先生 前清武林人物 荣春派权师梁赞 人家叫他赞先生 赞先生是佛山人的骄傲 他生得文质彬彬 一表人才 但是身怀绝技 武艺高强 他性格豪爽 举止瀟灑 还行俠仗义 乐于助人 赞先生曾经在佛山筷子街 开了间行祭堂医馆 老一辈的佛山人 很多都听说过赞先生的故事 第二的据说梁赞医铁打好使得 真是逐根拼骨妙手回春 说他与佛山名医李广海的父亲李财干 以及杰打名医梁财信 一样有名 梁赞的医术成名之后 大家都称呼他做赞声 梁赞生长在佛山 住在筷子街 自小就聪明勤奋 好学不断 特别是喜欢武术 所以他经常去武馆学习积籍 可惜未曾遇到名师 所以所学的只是花拳秀腿 当时是清朝嘉庆年间 广东器行就设在佛山大基美主帅庙旁边 叫做瓶花会馆 后来又签了去广州黄沙 叫做八和会馆 全省的戏班 都是隶属在瓶花会馆之下 乾隆末年 少林派至善禅师 洪禧官等人 曾经在瓶花会馆任教 所以班中的子弟 很多都是身怀绝技的 当时瓶花会馆里面 有叫做洛荣华的戏班 曼宗的二花面 叫做梁义体 早岁就行走江湖 跟随至善禅师学习少林权术 遇到有打真军的场面 就由梁义体来负责 真实功夫硬桥梦画 见影刀光 观众快拍掌 当时梁赞才十五岁 在清云街罗馆学习奇迹 罗馆的教头叫做罗洪 已经四十岁了 身材高大 满嘴胡怜苏 人家叫他做胡苏洪 胡苏洪这个人 嫌过其实目中无人 他经常诋毁阵上各个权师 空有其表 那些人有讲到梁义体的武艺高强 胡苏洪肯定是说 嘻嘻花拳收腿 彭尚功夫来而已 有一天 即是三月天后弹 佛山拆下的天后庙 照例就何弹做戏 在庙前空地上 搭了个大戏棚 一半架在河上 一半架在地上 有两只红船 就拍在戏棚旁边的河边 各位 所谓红船 就是当时粤剧落乡班的专用船隻 不但将全部的服装道具都装在船上 而且全体演绩人员 包括班主开戏师爷大小老官 罗古元索 棚面八叉 乃至到火头打杂 全部都住在船上 要去哪里演出 这只红船就连人带架叉 一里到步的了 所以红船就不但是旧史粤剧器官的交通工具 而且是全体演绩人员的宿舍 当然这些已经是戏行的掌故来了 好了 正所谓闲话休提 书归正传 那年开演的呢 就刚刚是洛荣华班 佛山人听说梁义太来演戏吗 个个都来看 有日 那胡苏雄的徒弟就对他说 喂 罗师傅 你时常说梁义太是花团瘦腿 彭上功夫 喂 现在梁义太来佛山演戏吗 师傅 你何不不同的咬下手瓜 让我们开开眼界吗 胡苏雄说 这就容易了 那今天吃完饭 我可以和你们去天后庙那里看戏 顺便和梁义太搭手桥 给你们看一下 好了 吃完早饭 胡苏雄果然带着七八个徒弟 好好当当 向策下天后庙而来 对了 梁义太就跟在后面 不用多久 来到天后庙 这阵子已经将近中午了 汽台面前早已经人山人海 洛荣华那两只红船天地艇 就拍在七边河边那里 走在凶地上 梁义太就在这教徒弟 那梁义太教徒弟就好严的 他说担张凳仔 坐在凳上 旁边放在四妈藤边 指挥的徒弟就练习 打筋斗 屈腰 开马等等 你说那些徒弟是翘皮倒弹的 梁义太就摘在四妈藤边 抖地滑下去 哎呀 升随边下 真是打得皮破血流都似的 那胡苏雄既然有心来踢盘 就站在旁边看他教了 故意在那里懒骤月凤 说梁义太鸡手鸭脚 开拳慈顿 梁义太呢 习惊激虽然是精通 但他咸氧功夫都很深 就不理他 一样在那里教徒弟 那胡苏雄真的没什么办法 所以当他打徒弟的时候 就走过去 梁义太用藤边来打徒弟 怎样怎样不对 梁义太担高头一看 看到那胡苏雄身材高大 面带煞气 知道他来者不善 本来就想个法作 只想想万事疑因为高 所以也不理他 那胡苏雄更加可意 因为梁义太怕他 徒有其名 未必有真实功夫 就以他为可欺 于是一个战步飙上前 梁义太坐在小凳子那里 看到胡苏雄飙上来 立即跳来座位 退后三步 拱拱手 嘿嘿 这位师傅 唯大一个行走江湖 无非都找两叉眼仔 我和你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用不敢苦苦相逼 胡苏雄就说 梁义太 你致命是少林的派 我便无他 不过想和你交一下少林拳脚 梁义太说 大家都是忌激界中人 何必是交手 你打伤我固然不好 我打伤你更加不好意思 胡苏雄就说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真是笑话了 梁义太你想打伤我 你真是大胆了 我罗洪在佛山 谁不认识我是少林正宗 我想试试你 是不是真正的少林弟子 来 你放马过来 梁义太说 哎呀无谓了 大家少林弟子更加不应互相残杀 梁义太说完 就叫那些徒弟收拾地上的军戏 想他翻下红船 避免和胡苏雄糾纏 胡苏雄见到梁义太想走 嘿嘿 鑑饰 证实他没了 何况 当他们两个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 哎呀 那些路人为了来看 胡苏雄的心想想想 这个真是带出风头的好机会 现在我当众羞辱的梁义太 一落就显得自己的威风 二来让观众得淡小 那不是几好 那当梁义太 叫徒弟收拾兵器 翻下红船的时候 他立即叼马 叼到梁义太的背后 使出个丹笼出海的家属 一拳 向梁义太的后腰打过来 梁义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一听闻背后有声 立即令转身一脚 砰过去 嘩 胡苏雄的拳 还未打到梁义太的腰骨 早已被梁义太一脚掃正大腿 当时跌出意状开外 右边额头 撞正在石头上 流蚊饭 梁义太立即向前扶起他 嘩嘩 罗师傅 对不起 地上太滑 罗师傅你又踏低了 那你起来 再踏手轎 胡苏雄真是面都红了 正所谓 从今谷进西江水 难洗从前 满面修了 谁敢再踏手轎 唯有隔起身 抱头鼠喘 就是了 观众见到这样的情形 一起拍起手掌 好好好 每个人都赞梁义太功夫 用得 梁赞当时 眼见梁义太的脚发这么厉害 他心想想想想 如果能够拜梁义太为师 那真是三生有幸 于是 他就等梁义太 回到红船之后 立即跟下船 向梁义太 讲明来意 求梁义太 收他做徒弟 梁义太就说 武艺的事 只可以防身 不能够杀人 他如果教给你 那就害了你 你这些年轻 动不动拳头相向 要知道 忌激的事 是一山 又一山高的 如果遇到明手 那你就 没命的了 如果是这样 那就害了你 我看你都不好学了 梁赞多少梁义太不答应 于是 他扑在仓靶上扣头 唉 弟子爱好没有信 但是 我不是好勇狠斗之人 弟子我 一定会听师傅的说话 绝对不会惹是生非 如果师傅你不肯 我就跪在这里不起身 梁义太 见他这么诚意 于是 好了 就答应了他 叫梁赞 梁赞 在三日之后到大基尾瓊花会馆见面 梁赞真是高兴了 再三叩借 欢天起地就走了 好了 三日很快就过了 那天 紧紧天亮 梁赞就立刻起身 梳头洗臉 走去大基尾 去瓊花会馆了 哈 瓊花会馆都还未开门 于是梁赞就坐在门口等 好了 等到开门之后 梁赞就直入馆内 一闻 哈哈 那洛荣华的红船还在天后庙那里 都未回大基尾 于是梁赞就唯有回到筷子街 走再去了 那再去的时候 果然在瓊花会馆里面见到梁义太 梁义太就带梁赞入口堂 那间瓊花会馆 那间真是建筑宏伟 前后一共几进那麽多 庭院深深地方寬敞 头厅就是起台 二厅就是演舞厅 三厅就是那些老观休息的地方 四厅就是缓禁心严 不准外人进去 所以厅里面报纸如何 外面的人就不知道 但是梁义太 带梁赞进去就对他说 阿赞 你想拜我为师学习武艺 是吧 梁赞说是呀 义太太说 你拜我为师就可以 但是你要照我的说话 千万不要将这里的秘密 洩漏出去才行 梁赞说 但得师父你肯收容我 我一定照师父的吩咐来做 梁义太说 好了 好了 我见你一片诚心 亦可造就之才 所以 他就决定收你做徒弟 梁义太说话还未说完 梁赞早已啪一声跪倒在地 口称师父在上 弟子梁赞扣见 梁义太说 哎 你起身先 今天你先回去 今晚你再来 在祖师面前 宵过王子 宵过院 我才正式收你做徒弟 到那时候你拜我都还未迟 梁赞当然是高兴 吁头吁脑 宽天喜地地走了 那晚吃完饭之后 梁赞再到瓶花会馆 梁义太带梁赞直入四厅里面 厅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在 厅中间放了一张八仙桌 桌上放着一个木造的亭仔 又成红色 上面写着红花亭三个字 中间就一张纸 写着五祖之神位五个大字 有些红纸也是这样贴在那裏 亭前放了一个木盘 盘上面插着五色旗仔 还有把利刀 盘边有些生果 台底下还有只生鸡 今天点上香花蜡烛 烛影遥遥 梁赞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忽然间见到 梁义太和另外三个人 穿着和尚袍投足红带 脚上穿着一只草鞋 向红花亭五祖神为来叩拜 梁义太就对梁赞话了 这个就是我们少林派的规矩 凡是初入少林派 一定要叩拜五祖 五祖就是少林派的五个和尚 即是蔡德忠、方大雄、马昭卿、胡德帝、李昔 康熙十二年的时候 因为朝廷说少林寺是反清复明的机关 就将少林寺消了 一百二十八个和尚死剩十八个 远走他方 后来在中途又饿死了十三个 只剩下五个人 这五个人就是五祖 五祖分杀在各省 传授少林武术 蔡德忠就到了福建 方大雄到两广 后来在福建九年山重建少林寺 乾隆年间 至善禅师将他发扬光大 徒弟一日比一日多 有洪熙观方世玉 同千斤三北和尚胡慧乾等等 少林权术就清霸领南 成为南派权术的正宗了 我的积极呢 首先就是至善禅师教给我的 后来再拜阳城邦孝子 谭聪禅师为师 谭聪禅师临死的时候 曾经定落少林十条戒约 分事的后辈一定要遵守 这十条戒约是怎样的呢 你听住 第一 习武要有恒心 第二 不得耗勇狠斗 第三 要服从师父的命令 第四 不得耻强灵弱 第五 要忍欲救世 第六 不得同门相斗 第七 不得耻强贪色 第八 如果教徒底 一定要品性纯良 没有强暴行为才行的 第九 不能够贪得自夸 第十 不能够将少林秘密 折漏给其他人 阿赞 你今天拜我为师 能不能够遵守这十戒 梁赞说 弟子一片诚心 拜师学艺 我一定敬尊师命的 梁二太说 这样就好 你现在就在五早晨前跪下 梁赞就照他说话 就烧了王子 梁二太就在木盆上拔出一张利刀 左手扎着台下那只生鸡 喝一只阿赞 你听着 从今天起 你就是个少林门下的人了 第二天如果你有违反誓言 就好像这只鸡那样 说话未说完 手起刀落轰 就把鸡头斩断了 梁二太斩完鸡之后 就叫梁赞站起身 然后坐在厅的正宗 受了梁赞三拜 正式做梁赞的师傅了 那拜言师之后 梁赞就问梁二太了 师傅究竟斩鸡头有什么用意呢 梁二太说 这个是初入少林的一种誓约 其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少林派曾经出过一个叛徒马命义 使福建少林子被清兵放火烧了 人手损失也非常惨重 所以初入少林一定要斩鸡誓约 如果有违反誓言的 就以鸡为例 梁赞听闻梁二太这么说 才访言大悟 各位梁二太所说的 因为叛徒出卖而导致火烧少林子 是什么一回事呢 小说在这里没有说完整 我说诗人曾经在武林杂志上 看过一段马宁二血祭少林子 在这里说给大家听 作为一个补充 原来马宁二自小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流落街头做乞衣 有一天天气很冷 马宁二饥寒交逼 倒在路边将近饿死了 被少林子的主持智善禅师相救 收他的子内 智善对马宁二很爱惜 见一个聪明浩祸 天长日久 在子里苦练出一套本领 智善禅师更加把他看成亲生子 识心指点 智善禅师真的很高兴 经常对人说他很有长进 每年的正月初一 少林子的和尚 都齐集在大同宝殿 由一个轻功熟练的和尚 和殿上正良悬挂的长明功灯添油 这盏灯是因为少林子护国有功 由大明皇帝赠送给他的 所谓赤赠 每年要添油一次 每添油一次 每添油一次就可以点一年 长明灯是有明朝长久大明的含义的 明朝灭亡之后 所谓江山逆主 对少林子欣赐曼廉登这件事 那些和尚是个个守口如平 从来都不洩露给人知道 所以清朝一直不知道 子里面时常收留些 来到避难的明朝文武官员 以及反清复明的智士 那班和尚也苦恋武功 所以明朝灭亡之后 少林子就成了反清复明的秘密基地 有一年申政 至善禅师认为马宁仪的武功已成熟 可以大显身手 于是派他做当年的点灯人 当日马宁仪是紧束腰带 隔底夹着油缸 将一脚一点地一个余弱龙门 跳上横梁 再用一个倒卷朱廉的功夫 将身体挂在梁上空出双手 握着那缸来添油 添完油之后 又跳回到地面 那些人立刻拍掌 都说他功夫道家 从此之后 每年申政添油的事情 非马宁仪莫索 就在马宁仪 负责点万年登之后的某一年 少林子附近的好几条村 不断发生奸任努掠的事件 文不断来少林子投诉 遭受彩花大道的襲击 要求少林子为文除海 至善善思 真是很惊奇很意外 少林没有那个名阳四海 少林子周围可以说鸡犬不惊 何来彩花大道呢 问题究竟出在哪个身上呢 有分家 马宁仪血济少林子 至善思虚路一片心 欲之后事如何 何且令下回分解 听者朋友 你刚才收听的 是由霍佩侯播讲的小说联播节目 佛山赞先生 欢迎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上次讲到 就在马宁仪负责点万年登之后的某一年 少林子附近的好几条村 不断发生奸任努力的案件 那些村民不断来少林子投诉 遭受彩花大道的襲击 要求少林子为文除海 至善善思感觉很惊奇很意外 少林武功名阳四海 少林子周围可以算是鸡犬不惊 为什么会有彩花大道呢 于是派人下山来查房 但是没有发现什么终跡 没多久那些村民又来投诉了 至善善思的心想一下 这些责人单身作案 神出鬼没 武功是不比尋常的 这些里面实有古怪 于是暗中注意本子僧人的动态 不经不觉又才到了旧历新年 正月初一那天 当马宁仪又是飞身上梁添油的时候 竟然大失常态 从半天跌下来 连油缸都打烂了 至善善思大客一惊 于是对马宁仪产生了怀疑 他心想一下 如果马宁仪修身练武不近女色的话 为什么会大伤元气搞成这样呢 当然是他违犯了法门戒律 做了些不见得人的事 有一晚 手指的和尚来报 先头发现一条黑影飞出场外 至善善思 立刻齐集真人清点人数 一点单单少了个马宁仪 再检查他睡房 发现他私藏了很多金银财宝 古董肉器 还有男女衣物 酒肉食品等等 竟然还有个假面具 那就真相大白了 一切财物已经证明 马宁仪是施展夜行述作爱的彩花大道 天降之池 马宁仪偷偷走回少林寺 但面对大量财物 他都没办法抵赖 只有愚实招功 智善禅师真是生气 他对马宁仪说 真是枉费为了翻心血 造就了你这样一个不肖的门徒 败坏了那些少林明星 你犯我的女女罪行 是罪该处死的 唉 只不过我们是佛门正地 不沾血气 现在我将你赶出山门 从今之后 你就不是少林寺的人了 于是下令和尚 将马宁仪用戒军打出山门 并且以马宁仪作为一个例子 教育和尚要严守指规 从此之后智善禅师就屈抑成病 不用多久就在少林寺里死了 由五经和尚来继续做主持 马宁仪被赶出少林寺之后 他说并没有痛改前妃 反而恩将仇报 怀恨的师傅绝情 竟然到官府出头 举报少林寺是反清服务的秘密机关 官府当然大客一惊 立刻飞报给朝廷 朝廷就立刻派官员来福建 接见那个马宁仪 并且赏赐了一些金银财物给他 马宁仪是这样的贪财小人 于是就自愿带路去进攻少林寺 由于马宁仪熟悉少林寺的门户路径 当时更有清朝的大将陈文耀、张建秋 统领大队清兵 趁月黑风高的时候 将少林寺团团围住 一把火 将少林寺烧到满天通行 少数人之外 绝大部分都被烧死 一场浩劫 富口余生的 的死就得了 更仅仅仅仅仅仅 allem 伍京和尚他们五个人隐姓埋名流浪江湖 后来在鹿林好汉的帮助下 终于将叛徒马宁仪捉住 将他戒到少林子的废墟之上 谁施血祭少林子 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 也有人认为当时智善禅师是没有死的 他带着几个人走掉了 后来就到广东被封头 还躲在佛山瓊花会馆 从事反清复命的活动 梁义体在瓊花会馆拜智善禅师为师 我所说过的武林英烈传就是这么说 好了 现在书接上文 当时梁义体讲完少林传统就对梁赞话了 学习忌计一定要每日早上 日口未出的时候来进行 要有恒心 要不怕辛苦 这样才行 如果不是一卜十寒 三日轻功 两日晒网 这样就不行 只能奴而无功 我现在先教十八首罗汉服虎拳给你 你每日早上起来就努力练习 先把身体强健起来 然后我们再教你其他武艺 于是在瓊花会馆的演武厅上叫梁赞开马 梁义体在旁边一一指点 梁赞本来是聪明人 他更加聚心于武艺 所以进步很快 梁赞家企也有些钱 于是他就把梁义体请回家 揭成来供养他 梁义体暂时抛开离缘生活 不做戏了 那就住梁赞家企了 梁义体在教梁赞罗汉服虎拳的时候 跟他解释这种权的来历 他说 后毅孝文帝的时候 达摩祖师从西方来到东方 在少室山上建立了少林寺 他讲佛法的时候 那些和尚就无精打采 达摩创立了一套易根经的拳索 断练大家的体魄 当时山上有老虎 达摩祖师又创立十八艘伏虎罗汉拳 这个拳就是少林的镇山拳法 所以达摩祖师不但是禅宗第一组 而且是我们少林拳法的子组 梁义体教了罗汉服虎拳之后 再教蝴蝶掌、少林拳麦法和阴阳所指腿 六点半棍等等 梁赞苦心练习 不用三年 真是忌激大进 梁义体也认为 梁赞的忌激已经有相当造艺 勤力练习、融会贯通 就能够逐步深造以至登峰造景 那年七月各个戏班就重新组织 洛荣华班新请了个母亲叫做王华堡 也是少林同门来 是梁义体的师兄 他三个身材高大声音红壮 他开面做关公真是便于重组、颜约逃之意 单凤眼臥尋眉 舞动起八十二斤的大关刀 真是混用如飞、闻闻将风 看到台下的人眼都不眨 普通舞台上的演员 所用的关刀都是二、三十斤左右 王华堡为了显下身手 所以特地照竹关文祥所用的大刀的斤梁 表示他好好力 所以那些人就叫他生关公 王华堡和梁义体 早年同时在至善禅师门下学习忌激 这次来佛山本来是属于探班性质 但洛荣华的班主看到王华堡收得 于是拉他帮忙 王华堡在洛荣华班做了正印母生 梁赞见王华堡忌激高强 于是又向学习六点半棍 王华堡见梁赞诚心学艺、人又聪明 还进一步将自己的汉家功夫、荣春权法都教给他 王华堡和梁义体 都是至善禅师亲手教出来的少林的传弟子 梁赞得这两位名师识心指点 就在自己家的后园开披一片空地 搞了木装、石锁和十八般武器日夜苦练 又经过了两年 梁赞日夜苦心学习忌激 人们都知道他忌激已经有相当造艺 所以就请他开设武馆来教徒弟 梁赞接纳大家的意见 于是在大新街 找了一间两晋深的大屋开起武馆来 门口就掛到七金字招牌 写着梁管两个字 演武厅上 军器架 插着十八般武器 当时筷子市里面 有个猪肉佬叫何桂的 是敢合猪肉点的汤猪佬来 这个人就三十岁左右 这个好好力的 他曾经向一子禅师学艺 学了很多年 练成一身武器 那间敢合猪肉店 就设在筷子市清雲街口 生意很旺 一日大约十几只猪 图场切在端尾 门口是猪肉桌 汤猪椅放在第二瓶上 但是店铺里面很阔大 在街上看进去 可以看见第二瓶 敢合猪肉店门前 不但顾客如云 应哲不下 就算是看何桂的汤猪 亦非常劲勇 因为何桂是天生神力 他的手指好像刀那样 他的汤猪 是和人不同的 二三百斤的肥肉猪 一般要三个人夹手夹脚 才能够汤得够 豬肉桂有一手绝技 他双手在猪背上一托 整只猪托起 放在汤猪椅上 左手按住猪肚 出右手 石指和中指 两只手指 向猪的喉咙一插 真的像刀那样 直接插入喉咙之内 那只猪 那便没有声 血流出来就好了 那你就知道 汤好 于是 朱玉桂 汤猪不用刀 便便明文全佛山 朱玉桂自己曾经说 向一子禅师学习忌激 已经学了很多年 一子禅师 以他的铁子文明 他练子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是这样的 先用一盘沙 将那十只手指插在沙里面 不停插 日夜不停插 插到手指都红了 腫了 于是敷山与药浸铁打酒 稍微好些了 又是再插 初时 那十只手指 疼得习惯了 可以说苦不堪言 但是这样 插得久 就不觉得痛 不停插 练五年之后 就改插铁砂 铁砂就不像那些砂 铁砂肩实非常 所以就更加痛 比以前更痛 只不过痛都要练 如果不是就练不成 不停再练一十年 那十只手指插入铁砂肩 插成半尺深 那就叫成功了 铁子就练成了 所以 当何贵汤珠的时候 那个门口围着成几十人来看 有一年 佛山 有一位外光流民来了 他炸了铁香炉 那个铁香炉 成三百斤重的 圆缓来乞食 每到一家 就要你给一百元钱 一百元钱 就算是很紧要的 你说不给他 他将铁香炉放在櫃面那里 三百元钱 三百斤的铁香炉放在櫃面那里 櫃面倒倒倒了 既然櫃面很紧正 三百斤都勉强可以练得住 如果练不住那些 就放在地上 好了 那个外光佬 把铁香炉放在你那里之后 他就坐在门口那里不走 给钱 不给钱 他就不走 唉 各间店铺 都怕到他这样的骚扰 唉 好了好了 一百元就一百元 给钱 哎呀 废话都在那里这样搞 那个刘文大概三十岁左右 身材很高大的 他一日这样 大概 你不要说多 一日去十家 一家一百元 十家就一千钱了 又得一千钱 他都没有你那么好气了 就是买烧酒喝买肉吃 喝醉了之后 就依依咦咦咦咦唱歌 唱什么歌 鬼知 好似旁弱无人那样 那天 那个刘文又拿着铁香炉 走到筷子市那里了 一来 来到锦合猪肉铺门口 就把铁香炉放在櫃面那里 那帮伙计 哎 忌计了 这人又来 怎么办呢 想搬就搬不动 哎 真是难解难分的那时候 何贵呢 就刚刚在后篮走出来 看见这样 他就问那个刘文 喂 老友 你想我的钱是吧 等我给你了 拧回手 向牆上一插 一揉 一揉 一揉了火砖出来 哇 在一幅牆那里 手指一揉就揉了火砖出来 你说何贵 多厉害 多厉害 一揉了火砖出来 咚 丢到铁香炉那里 那里 老友 禁转一个 好酒了吧 啊 说完之后 伸起手 将个铁香炉 轻轻一揉 哈哈 那个铁香炉 跌了落地 滚滚滚滚 滚滚滚 滚开成像之外 那个刘文大厦一惊 知道遇到敬敌了 立刻抓回香炉 鞠躬 哎 老兄的确厉害 三年之后再见了 一个屈尾十 哎 鸡敢脚就走了 何贵呢 对这个外光流民所说的说话 就不在意 以为他是靠客 谁不知三年之后 那个外光流民真的再来佛山找何贵晦气 幸好被梁赞打退了他 救了何贵的命 这个就是后话 暂时就不说了 再说 当日何贵赶走了流民之后 佛山人都很服他的功夫 敢合猪肉袍 和梁赞的杏制堂药材袍 商家大约十间铺左右 街坊轮里都是朝见口晚见面的 人人都知道 梁赞学习积极多年 现在在大新街开设武馆来教徒弟 于是就大家一起来学他 这件事被何贵知道了 何贵就说 嘿嘿 赞食过几晚椰粥 学过三几下散手 学人开武馆教徒弟 我朱玉贵学了二十年功夫 我都不敢做人师傅 我做汤朱佬而已 哎呀 赚钱很多办法 要不敢误人指提 朱玉贵这个说话 就是笑梁赞忌激肤浅 街坊伦理闲谈之中 就说到梁赞忌激好 还是朱玉贵好 有些就说朱玉贵的铁子厉害 那个铁香炉被他一掃 掃到地上 那个外光佬不够他撑 有些人说 梁赞得名师秘传 武艺好使得 真是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所谓众说纷纹 于是就有人提议 喂 不对这样 激朱玉贵和梁赞比试 一来 可以判定两个人哪个好功夫 二来 我们可以开眼界的 有个人敢说 大家就说好啊好啊 就是这么办 喂 只不过这样 这件事要很出声 我们要用激将法才行 什么事 他们就被人去对梁赞说 喂 赞声 朱玉贵今天说 你学得梁三马散手 妄为人师误人子弟 这个人这么说 就以为梁赞一听这个说话 当然是生气了 想找朱玉贵来比武 没有了 那就得米了 可以一把眼福 谁不知 梁赞一向都记住师傅对他的教导 咸养功夫就很好 他听闻这样说 寄激的事 首先要搞好自己的咸养 知欲归寄激造艺很深 可惜咸养不够 我说赞学习技技技 只是强身健体 无谓搞你这么意气之争 嗯 过那些街坊 看他的感觉 就没办法 于是又去击朱玉贵 喂 阿贵 梁赞 说你咸养不够 说你一肚草 你何不跟他教一下手脚 教训一下他都好 朱玉贵果然不堪一击 听闻这样说的 就生气了 哈 梁赞得牙叉叉 竟然说我一肚草 他学得器台上的花拳收腿 学人做教头教徒弟 我今晚去吓他 让他立刻收招牌才行 那些街坊听闻这样说 每个人趕快拍掌 当然有东西看 于是大家就约定晚饭之后 去大新街梁馆参观他们两个人比武 那时候天气很热 梁赞在行济堂吃完饭之后 立刻去大新街梁馆那里 因为他初开武馆 那些来报名做徒弟的很多 所以他不能不提早出馆主持 大新街里面 都是线布工人 和打金箔工人聚居的地方 梁馆对面是线布工厂 当时佛山布匹业很鼎盛 那些布击成之后 用大石来加纳线过它 这样才光滑平整 这样才拿出来卖的 线布石一块 大概是三百斤重 将布放在石头底下 工人站在石上 用两只脚左右摇动 按下按下转下转下 梁站在大新街开设武馆 每个人都不是卖的帐 那天梁站吃完饭之后 照例在大新街里面乘梁 全街的线布工人 打金箔工人 各自坐在门口休息乘梁 这些人都是年轻人 梁站这个时候 只坐在门口 握着大葵 搓下搓下搓下 忽然之间 看到朱玉桂 和三几个街坊 由大新街里走过来 梁站没有在意 朱玉桂来到梁馆 看到梁站 他笑笑地说 赞声 你猜那块线布石有多重? 梁站说 贵哥 这么好意来探望我 请坐 朱玉桂说不用了 那块线布石大概有三百斤帽 梁站说 有 朱玉桂说赞声 你猜我一手能不能捡起他? 梁站说贵哥 你是天生神敌 当然是拯得起的 朱玉桂笑笑点 试试试试试 现在朱玉桂 竟然和梁站比武 究竟朱玉桂够不够梁站来? 有婚交 悔人不倦 梁站声得言逃 错有错着 朱玉桂如名是意 欲之后事如何 请你下回分架 上次讲到 朱玉桂对梁站说 喂 那这块线布石 三百斤重的 我来试试力了 讲完之后 伸出右手 将放在对门旁边的线布石一角 撿住它 立起四平大马 我说 整个大石举起它 哇 举起不得止 还向上一跑 捉捉成几尺那么高 大石落下来的时候 就上手一揽 把大石摺着 轻轻放回到街边 嘿 有趣了 全家工人有百多十人 个个生气 平日 已经知道 朱玉桂身怀绝技了 现在 当街表演 个个围着看 看他这样 哇 个个拍你手上 好嘞好嘞 朱玉桂更加有趣了 伸出左手的三只手指 向后的墙上一插 一插 两个火砖 就被插了出来 朱玉桂将那两个火砖 上下不断抛 不断抛 像撒杂技一样 看着梁赞 眉眉嘴笑 好像很轻视梁赞 梁赞当时 心中也明白 朱玉桂 之所以作这样的惊人表演 无非欺负我梁赞功夫 肤浅 想我踢盘 如果我将来 要开武馆教徒底 那我就不能示弱 不然的话 以后我就很难在佛山蜡烛 所以他亦全有戒心 看人家如何 肉桂将那两个火砖 抛了一轮之后 把他塞进墙里 那些人都真是佩服 有些说 朱玉桂有这样的绝技 连外光都会吓死 好了 街坊就越来越多了 这个时候 朱玉桂就对梁赞话了 赞声 人家都说你被传绝技 不知道你怎么被传 可不可以握手 研究一下 梁赞也说 哎呀 无谓了 大家街坊伦理 有什么好玩 错一手 我打伤你不好 你打伤我 亦无谓的 朱玉桂说 哎呀 赞声 你竟然敢打伤我 我看未必 你帮我打伤你 你就是真 来了 大家玩一两手 没什么所谓的 梁赞仍然极力推辞 而是街坊就哄哄声笑 都说梁赞学人开设武馆 竟然不敢跟朱玉桂比武 哎呀 照这样讲下去 你就收招牌都可以了 朱玉桂就更加得意了 他就断定梁赞的确没了 所以他说不妨先来一个下马威 遣啊自己的武技 好了 上定了 他就说 喂 梁赞 如果你不肯比武 那你就收招牌 不要误人子弟 梁赞这个时候真是忍无可忍 他就说 我有我开设武馆教徒弟 关你什么事呢 朱玉桂街坊论你 你无谓欺人太甚了 朱玉桂就生气了 梁赞 他喊拳 一进马出其兵一拳 向梁赞的腰部打过来 朱玉桂这拳呢 成三百斤力的 出手一声 你如果说被不切 那肋骨当堂折断了 梁赞呢 叫他肩膀一动 就知道对方发出攻势了 他一退马 避开朱玉桂这拳 朱玉桂一拳打不着 就使出铁手指的拙忌了 伸出右手的食中两指 就像唐朱一样 直向梁赞的喉咙插过来 梁赞伸出左手 形成了铁嘴 搭着朱玉桂的右手 所以一沉拳 将他的攻势烧了他 谁不知 朱玉桂的拳力呢 的确是不弱的 他一躺 将梁赞的拳托住 梁家都不肯放马 轮搭拳最重要是沉着的 看着对方 看他怎么样 如果一有空击的话 就乘机进闸 所以他们两个人 相似都大了十分钟左右 毕竟朱玉桂 性急暴躁 求胜深切 他右手一射拳 左拳一拳 向梁赞的下巴兜上来 梁赞也并不躲避 右手手掌 迎着朱玉桂的左拳一拳 掌权相碰 朱玉桂还是不知进退 梁赞忽然间变换拳法 使用梁二体教他的蝴蝶掌 右掌 向朱玉桂的左拳一拳之后 左掌 跟着向朱玉桂的右拳一掌 真是快如闪电 朱玉桂就冲不及防 在梁赞忽然间变换 在武馆门口 被他抛到对面的线布厂外面 站脚不屈弹 但是在线布石上面 左边压角 撞着石角流血 梁赞这个蝴蝶拳 掌发非常厉害 这一点 如果向朱玉桂的右拳部打过来的话 那就实行空骨折断了 只不过梁赞手下留情 掌施情界就是了 朱玉桂被打倒之后 那些街坊,看著朱玉桂寄激不弱,竟然被梁棧打敗他,才佩服梁棧,真是有功夫的,於是大家對著朱玉桂,拍起手槍,大叫, 朱玉桂,真是醜醜地,躲起身,抱著頭,趕走,趕合朱玉店,那塊大熟煙出來,一掩不掩住他的傷口,那些血被熟煙掩住之後,就沒有出得那麼快,但是熟煙掩下去就很辣,所以很痛,朱玉桂踏在床上, 那心裡就憤憤不平,他想想,自己自從跟一子蟬絲學習忌激這麼多年,指力都是不弱的,現在竟然埋在黃毛小子的手上,真是不值得了,而且當時是眾目攜牌,被他打破自己的頭殼,真是夠了, 如果你說不想辦法來報復,今後還有什麼面目見佛山的街坊? 朱玉桂想,朱玉桂想報復的辦法,他想不到其實梁站手下留情,朱玉桂想什麼呢?他想起他師父一子蟬,一子蟬的功夫老道,寄激高強,如果你說一子蟬肯出來幫他, 實在是可以報仇的,所以他決定持功,敢合湯朱孔這份事,他不做了,即刻撿起行李,去清遠非來寺,請他的師父來報仇說恨。 好了,第二天,朱玉桂找報紙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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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在石雲山搭清遠島,曬身街和筷子市的街坊,都說朱玉桂受傷後,沒什麼面目佛山蟬,當然回鄉了,想不到他找他師父來想辦法報仇。 朱玉桂的師父是一子蟬,這個一子蟬師是六十多歲的老和尚,他是少林派, 他帶來的,逐家的姓陳,他四十四就出家了,左右兩隻手,有九個手指頭被人斬了,好像兩條木棍一樣,只得到右手當中的一個手指, 但是你別看,他剩下一個手指,那個手指真的好像把劍一樣來的,所以他自豪一指閃, 他還沒出家之前,是越得有名的大賊,他小時候喜歡玩忌擊,遇到有名師,就出錢就請人家,找人家來學, 好了,學一下學一下,他說很有錢的,把錢就學完了,這樣來研究忌擊,一年,就練到那十隻手指,好像鐵一樣,所以人家叫他做鐵子疹, 他散盡了家財之後,已經三十幾歲了,空有一身絕技,就無以為生, 唉,他看看,當時清朝就腐敗不堪,所以就在北江河道上,打劫為生,這個時候,越北和廣州的交通,是靠水路的, 曲江,英德,清遠,三水,到佛山,轉廣州,就不論客運,或者貨運,都要跟這條路的,鐵子疹呢,就潛伏在英德一帶,遇到有官船經過, 越黑風高的時候,他就找一塊木板,防水面,施展輕功,踩著木板,隨海漂流,來到官船的旁邊,用鐵手指,把船板撬開他,打劫, 他就打劫,專門以官船為對象,官場上的人,曾經派人捉過他,但是鐵子疹,寄激高強,行蹤飄翻, 那些神龍見守不見美,就算你探討那個行蹤,派兵去圍他,但是那些冠軍都不是他的敵手,無可奈何的, 所以鐵子疹所到的地方,所以用白粉,寫十隻手指做標記,從來不憐慮人家的,後來,搞得全省的官吏, 個個都害怕了,沒有人知道鐵子疹,有一天,北江河中,有一艘官船來到, 船頭就插著黃旗,隨風飄忽,那艘船是由曲江南下廣州的,鐵子疹,走一看, 船頭上掛著兩個燈籠,上面寫著,南海縣正堂陪六個字,他就看船裡面,只見有一對五十多歲的男女夫婦, 另外,還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兒,那個女兒穿金大銀,很漂亮的,照這樣看來,那男人當然是南海縣的縣官,那女兒當然是他的女兒, 那天,那天,那次官船就拍在英德河面,三更前後,江風呼呼,月色微明,鐵子疹,穿著夜行衣服,背上插著鯉刀,施淺輕功, 從岸層一跳,伸輕似煙,跳上觀船,這個時候萬賴無聲,只聽見江水中中,鐵紙層用手指向船板上轉個洞, 看一看,那對老年夫婦已經睡著了,船裡燈光如鬥,那個女生正在燈下,正在做針紙,那兩隻手指密密地穿針引線,受得很快,她的手指帶著一隻寶石戒指,再看一看,她的頭髮上還有一個珍珠蝴蝶架, 那顆珍珠真的好像龍眼那麼大,那顆珍珠當然很值錢,再看一個少女騰騰在千針引線,好像都不知道有人在船面盯著她似的,鐵紙層向四周圍看看,這個時候天地沉沉,月色無光,海風呼呼聲, 就是殺人月火的好機會,於是她伸手,將船面板一拉, 那顆船板被她拉開了,好像天窗口那樣,她就飛身入倉,拔出來刀,向著少女一指, 那顆,都慘了,誰不知道那個少女又不方不望,將手上的衣服放下, 你是哪兒來的?竟然來騷擾本姑娘?知機的,你便趕快走,如果走遲一步,我就和你造技了,鐵紙層以為她嚇她,即刻舉起把刀,想斬下去了,誰不知道那位少女, 並不躲避,用頭一拍, 像砍石頭一樣, 鐵子塵大嚇一驚, 知道這人撞板了, 想不到這個歸宗少女,竟然學到這些 金鐘罩鐵道山的耐家功夫, 她的心一急,手勢略為慢一點, 那個女孩就飛起左腳, 隔腳,踢到鐵子塵的右手, 手上那把刀,幫湯入船尾, 插在板壁之上, 鐵子塵這個時候真是, 騎虎難下,勢不能就此走人, 只有硬著頭皮,一個戰步衝上去, 出右手五隻手指, 直插少女的喉嚨, 因為練金鐘罩鐵布三, 喉嚨那裡不能夠運氣, 所以鐵子塵插在喉嚨, 誰不知那個少女一閃, 立即不見了她,去哪裏都是, 鐵子塵四圍地看, 那個女孩在背後騎著聲音, 鐵子塵一轉馬, 再伸右手,用五個手指向少女插過來, 忽然之間,又不見了那個女孩, 都不知去哪裏,鐵子塵想想, 今晚難道見鬼,為何這麼奇怪呢? 忽然之間,聽到那個女孩渴了, 你武器這麼膚淺, 竟然敢搬門弄虎, 折劫官船, 我不情解一下你怎麼行, 說完之後,忽然之間, 從衣服裡一吻, 吻上一把五吋長的利備手, 真是風利無比, 寒光閃閃的, 鐵子塵就知道遇到勁敵了, 正在想逃走, 已經來不及了, 那少女將把劍一揮, 寒光一閃, 就化如閃電, 鐵子塵被寒光一逼, 立即打得冷陣, 忽然覺得左右兩隻手, 痛切心皮, 膽高手看一看, 哎呀, 燈光之下, 左掌的五隻手指,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他斬了, 右掌的手掌, 只剩下當中一個手指, 當然流血了, 他不敢怠慢, 立即忍痛, 聳身一跳, 從天窗跳到船面, 飛身上岸, 拼命地跑, 跑回到老巢, 拿出紫血藥, 敷在狗的手指頭上, 唉, 這樣一搞, 三個月都未好, 聽聞, 清遠飛來子的五元和尚, 正衣鐵打, 於是, 去飛來子, 求五元和尚和他衣, 五元和尚這個時候, 坐在方丈室那裏, 鐵子診呢, 就向他, 說了怎麼被人斬了九個手指頭的經過, 誤言和尚就笑了, 師主, 你只是被他斬了九個手指, 你都算好彩啊, 這個女子姓裴, 她叫裴璧, 七歲的時候, 就拜血敵子為師, 學習紀經已經十幾年了, 大江南北都問名的, 他說蘇州人, 住在太湖旁邊, 人家叫他做太湖碧客, 師主, 你又學人走江湖, 連太湖碧客都不懂, 唉, 你真是, 好彩人家手下留情, 如果不是, 你命都沒得切, 鐵子診大客一驚, 他心想一下, 啊, 忌激的事, 真是不說年紀大小的, 而且, 唉, 自己呢, 整年是偷雞摸狗, 現在, 好彩, 未曾被人殺了頭, 如果說不趕回頭的話, 唉, 看上來都沒什麼好結果的, 所以, 這樣他就出了家, 做了和尚, 所謂歸依我佛, 拜個誤言和尚為師, 在非來子日落法出家, 麥元和尚呢, 當時, 就拿些金倉藥出來, 和他醫, 三個月才醫好啊, 從此之後, 他又失了九個手指, 只剩下一個, 所以, 就自稱一子閃, 唉, 到這個時候, 他每日就隱居三門, 修心養成, 成二十年那麼長啊, 那麼, 朱玉貴呢, 這個時候, 在清遠非來子, 扮見他, 他來到方丈室, 一子閃一看他, 看到朱玉貴, 找一塊布包著頭, 臉色慘白, 他就問他, 喂, 阿貴, 不見了這三年, 為何今天包著頭這麼醜怪啊, 朱玉貴又跪下, 說師父, 阿貴今天佔死環沙, 望師父為我報仇雪恨啊, 一子閃就說, 究竟你做什麼啊, 是不是和人打架, 被人打傷啊, 朱玉貴說不是, 阿貴自從拜別師父之後, 都記住師父的教訓, 不敢和人爭吵半句啊, 因為佛山呢, 新近來了一個教訓, 叫做梁讚, 他就大言不談啊, 誒毀我們, 而且還侮辱師父你啊, 我當然不服啦, 據你力爭啊, 啊, 被他打餐, 幸好我走了啊, 要不然, 沒命來見師父你的啦, 那個朱玉貴真是一派胡言, 他這樣說, 無他, 都是想, 押那個一子閃師, 等一子閃師, 落山來和他報仇啊, 所以亂車一通, 哈, 果然, 那個一子閃師, 信以為真啊, 那些鐵打藥出來, 因為, 和朱玉貴, 咦, 就對他說, 阿貴, 唉, 維師呢, 就, 不是說不懂忌擊, 不是說不可以和你報仇, 但是, 忌擊的東西呢, 一山還有一山高, 所以, 我時時教你, 萬事以忍為高, 唉, 你大概又是請一時之氣, 這樣被人羞辱頂啊, 我看算啦, 這些小事, 為師, 也不根根計較, 今天這樣呢, 算是你買個教訓就是啦, 朱玉貴真是大客一驚啊, 唉呀, 他怎麼都想不到, 自己的要求, 被師傅拒絕, 他就急了, 急中了生計, 他就立刻掩著臉, 嘔嘔聲哭, 然後頭就撞了牆, 噗噗聲, 唉呀, 一屎閃師, 連王拉著他, 喂,喂,喂, 賢徒啊, 你今天因為這樣的小事, 這麼傷心, 唉, 你的氧氣之道, 還未怒火純青啊, 朱玉貴就說啦, 不是啊, 師傅, 梁讚這次這樣欺負我, 他詆毀你, 事小啊, 我身體受傷, 也沒什麼問題, 但是師傅, 你不肯和徒弟玩回面子, 以後, 我怎麼在佛山站腳啊, 那我賺錢的地方, 都沒有了, 唉, 不如在師傅面前死掉吧, 一子善就說, 唉, 好啦, 好啦, 你不要這樣了, 你既然有這樣的苦衷, 遺師的年紀呢, 雖然是老了, 但是, 為了你的生活著想, 好啦, 我和你去一次, 朱玉貴當然是歡喜啦, 馬上擦開眼淚, 重新跪下, 叩謝師傅, 好啦, 當晚呢, 他就為一子善師, 收集袈裟, 道蝶, 日常用品啦, 分開兩包, 第二天, 就拿鐵善掌做蛋幹, 擔住他, 一子善師, 就和他一起出發啦, 嘿, 那一子善師, 真是走路飛那麼快的, 朱玉貴跟著他尾, 嘿, 僅僅追到他, 好啦, 為了清遠城, 搭佛山島, 就不用多久就來到佛山了, 那一子善師, 在仙聰大街的塔坡寺那裡掛單, 寺裡面的主持和尚, 叫做和尚能, 他早稅曾經是綠林好漢, 亦都是反清復明的志士, 連奏一身武藝, 中年就出家, 好啦, 現在呢, 一子善師走去找他, 又分交, 一子善師, 鬥梁讚, 鬥出一個好收場, 欲之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